這是櫈瓜不是小角 看起來像小角 超差 這樣下去比較漂亮 喔喔喔喔喔 還不錯 喔這真的很邪惡耶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虎 歡迎收看就愛在家煮 我們今天呢要做一個很有趣的 減糖料理 這是減糖料理的第一個影片 前幾個禮拜呢 我們今天的口妹呢 他把這個櫈瓜麵 放在檢查上就出意到外的 有多少按讚 2380 重點是我覺得很好吃 然後很多人問 很多人問什麼 很多人問說 這個櫈瓜麵用什麼工具來做 因為那個減糖色 上面是 規定是不能把這個 產品的品牌公布出來啦 那很可惜 大家問了然後半天 我們又不好意思講說是什麼 哪裡買的淘寶套了什麼東西 還是哪裡買的工具 所以我們今天拍這個影片 跟大家講一下說 看一下我們的新的這個東西怎麼做 櫈瓜麵的配料其實很簡單 因為我覺得它的range很大 那我們今天比較特別是出了 這是櫈瓜不是香蕉 看起來像香蕉 這是櫈瓜 櫈瓜兩個顏色 為什麼兩個顏色 等一下削起來的時候 這個顏色比較漂亮 顏色比較漂亮 然後 重點是這個啦 這個是 網路上如果你要買 等一下要做這個櫈瓜麵的一個 很重要的工具 可以把它削的很長很細這樣子 這個工具 冠軍字要搜尋 這叫什麼 蘇果削籤筆記 或是蘇果削筆記 類似這種 冠軍字你就找得到這種東西 網路上有另外一種 如果你不小心搜尋到這種 蘇果削籤筆記 這種看起來真的很像削籤筆記 我以為真的很像削籤筆記 這一種喔 這種兩三百塊而已 但是我真心覺得這個沒有辦法 這可以做很短的那一種 一絲一絲的 可是它沒有辦法削成很細長的面 這個算便宜 但是用途就不同 如果你真的要像我們今天做這種細長 把它做一下義大利麵 這樣細細長長的感覺 你還是要用這一種 好不好 這多少錢 六百 百貴啦 有的買到五百多 隨便 五六百 都是可以合理的價格 好不好 OK 今天我做蝦子 讓它味道豐富一點 然後我覺得 其實我剛才講說櫈瓜麵的認識很大 就是說你要加蘑菇 或是加這種袖珍菇 一般的菇類 其實都可以 或是你要配色啊 然後你要加這種玉米筍 黃色的油 然後紅色的你要放 有這種彩椒 這個蝦子要稍微醃一下 所以有胡椒粉跟鹽巴 然後會用到橄欖油 大量的橄欖油 剛才有點像是義大利麵的做法 所以我們會有蒜頭 我們等一下會用蒜頭跟橄欖油 做剛開始的步驟 好 總之這樣我們開始吧 就我們在剛開始前 先準備一下這個蝦子 蝦子要稍微抓醃一下 用一點鹽巴 一點鹽巴 一點奶胡椒 奶胡椒 好 就把它抓一下 等一下我們 這些蔬果呢 其實如果你要 如果你比較喜歡吃軟一點 然後等一下炒比較 不會炒那麼久的話 你可以先拿去水煮 好 那如果你比較喜歡吃 脆一點的口感的話 你等一下可以跟 擠瓜一起下去炒 擠瓜助理 其實不太需要處理啦 就是直接把頭切掉而已 頭尾切掉 好 蘇果膠切筆跡 好 我那筆好大隻 我們現在來耍 對筆好粗 對筆好粗 好 很簡單就是直接把它 對準中間 這樣把它射下去 你把它旋轉 你看這很遙遠 你看 旋轉 旋轉 他就想說靠轉 好像很難用這樣子 其實很好弄 很輕鬆這樣子 這根不是很難吃啦 如果你要做很長的話 我覺得像這種 直的應該會很順 這彎彎的到一半一定會斷掉 上次吃到的是在那個 Lady Nara 他有那個擠瓜麵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做的擠瓜麵 比較好吃 不要跟別人講 外面條啦 喔 有沒有 欸很長欸 比我頭髮還長 超長 好長喔 有沒有 顏色要配一下的話 就是拿黃色的 好不好 我覺得這樣 這樣是很順啦 小小隻 欸他如果這個真的直的話 就能讓我轉 你看 剛剛那根太彎了沒辦法 這很快的小條 大概一分鐘就轉了 我寫一下我們的成品 半成品 你看那邊你好酷喔 可以把它混在一起 你看 哇 兩種髮色 不然兩種顏色 到底有多多 讓你覺得有點太多的時候 就是對 就是這樣 差不多啦 再來蝦子 再來蝦子 這要點蝦子 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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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哦 哦 這道料理真的很簡單 你把前面都會弄好之後 後面就是把油加進去 蒜頭放進去 剩下東西全部丟進去炒一炒 就好了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它看起來好像要兩人份 其實是一人份 怕餓的人真的當一人份吃就好 所以要減肥還是兩個人吃好了 哈哈 切起來都水 夠厲害 鹽巴其實有了啦 可以再加一點 我覺得還是要一點鹹 味道比較好 你看 好 專業嗎 好 所以你變成義大利麵了 好漂亮 好漂亮 蝦子 蝦子怎麼會太多 蝦子不用錢 搞定 我給你 試吃時間 這個料理真的做很快 大概 前前後後準備到炒好 大概 我看10分鐘以內 有機會 好不好 重點是那個蒜頭 我覺得我好像在清炒義大利麵 不過那個酥苦的香氣 我覺得更 更濃郁一點 OK 很清爽的感覺 這個麵真的是 太燙了 你很難想像它是櫛瓜耶 因為你這樣 用那個蘇果小切筆記這樣 剉出來 真的有辦法剉到 一個麵線這樣超過20公分 真的很像麵這樣子 可是要炒進去 它味道跟蒜頭的味道就是很搭耶 它有一點點很清爽 清淡的那種蔬果香氣 好甜喔 有沒有 加那個胡椒跟那個 鹽巴 反而能秤出那個 櫛瓜的甜味 然後 你看那個蝦子 先下去 在油裡面有那個 鮮味 一起被那個櫛瓜吃進去 如果櫛瓜吃起來 它裡面本來就有很多水分 那你在咬下去的時候 它有沒有還有一點點 你不要炒到整個都軟爛掉 它還有一點點的脆度 那我覺得口感也有耶 它沒有像 譬如說小胡瓜 它咬就斷那種 它不是 它有一點點的韌性 就會讓你有點像在吃麵的感覺 滿足你的口感 然後味蕾也照顧到這個厲害 是這黑啊 這蝦子也好甜 我覺得在家裡做 你可以自己放一下大的蝦子 是沒錯 如果你要簡單的話 一般那種蝦仁 好 因為已經剝好蝦仁 所以要去炒一炒就好了很快 點蝦子都不用剝了 更快 還不錯 這真的很邪惡耶 今天就是介紹到這裡啦 下次見 來來 要在這裡 如果削鮮餅機喔 不要受尋錯 因為很多人問很多奇怪的問題 沒有說蘋果削脾氣 蘋果削脾氣 蘋果削脾氣 蘋果 就是很多人私訊 然後問說 這個東西證據名字到底叫什麼 不要亂買到什麼削脾氣 所以可能跑出來是一片一片的 或許可以做扁面說不定